大家好 今天是4月24日 回到明報報索賣身擊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澳洲和紐西蘭 我們見到美元稍微回落 你看到澳洲做得不錯 上星期五最低落到0.6362 咬回腰上來站在這裏 今個星期開在6410 慢慢做上來 今天最高6530 在技術面上 其實上星期五是做得好的 甚至乎我們見到周線 我們早前也有說過 你看到澳洲 你預計下跌空間是有限的 如果再下去 理論上在0.63左右 就會0.6320左右 就會有支持 上星期最低落到0.6362 之後開始反彈 暫時來說 我們會預計澳洲 隨著美元稍微回落的話 有利於澳元 有利於非美貨幣 整體上都是叫反覆上落 如果要做的話 正常我們就會 buy on deep 直至穿回下面為止 看看可不可以回落一點 然後繼續向上看 至於紐西蘭也是 你看到上個星期 曾經落到0.552 但是 跌了下去 縮上來之後 今個星期走得不錯 雖然它升得不太多 但是整體上它沒有再進一步跌下去 這個是好的走勢 看看周線 如果用周線看 2022年 當年 10月份 曾經落到0.5512 接著它就開始做上來 你看到10月23日 2023年 一年之後 落到0.5773 又彈回 現在來到這裡 這個位置是支持 守得住這個支持 希望它可以承接到 星勢繼續向上 正常來說 澳洲和紐西蘭 當然會很注重 就是美元 究竟升還是跌 一旦美元 稍為回落 澳洲和紐西蘭 就會比較敏感 就會應聲向上 暫時來說 走勢都不是太差 你仍然都可以 持續 叫做 嘗試低位賣 再加上澳洲和紐西蘭 都叫做高息貨幣 就會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是這樣 可以嘗試去 Buy on Deep 繼續向上看 好嗎 有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 拜拜